好 另外我们来来看看民进党 民进党其实现在为了这个立委初选 也是一团混乱啦 特别是这个监委相侦 越演越烈 不比那个心肺相侦来的这个轻松 台北戏员王世坚日前发文 说他不会把前卫府部长陈时中的画作 随便丢在地上 似乎就是暗酸 当时呢那个立法院杀话事件 他的对手何志伟是把沙发给丢掉了嘛 那对此何志伟就表示 我的走廊就是一个艺术走廊 当时的扭曲已经伤害他对本土艺术的努力 然后他强调呢选举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打正面的选战 而这个面对前立委蔡启芳也开了记者会 出面力挺王世坚 那这个何志伟无奈的表示说 他以为他本来以为他自己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想不到是一坨人 有来过何志伟立法院的研究室 都知道我的走廊就是艺术走廊 那立法院的调查报告 也早就还我清白了 那那个时候的扭曲其实最伤心的除了是我 台湾艺术博览会的创办人之外 还有我们的本土艺术家 其实因为画作比较大 那我们很多时候会直接把它放置在走廊上面来做展示 这是一种形式 那这样子的被扭曲 然后这样子的被揶揄 其实我对台湾本土艺术的努力 这一块是超过十年以上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 这也不是一个正面的选举方式 那这个是谁放出来的 他一定不敢承认嘛 那赢的人通常都是走稳健的路 赢的人不断的在讲自己过去的政绩跟愿景 这才是正面选战 那输的人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攻击啊抹黑啊 我以为我的对手只有一个人嘛 没想到是一坨人 攻击的梗涂 其实在网络上早就已经五六年 一大堆 所以我觉得不要破脏水 因为你说要特别挂在墙上 可是现在何志伟就说 感觉是有点在揶揄他 没有没有 我一点都没有 我一点都没有 我不晓得他是 他们什么事情我不晓得 好朋友送我的 那重要的画作 我就是都把它放在墙上啊 所以这是一个起码的尊重啊 起码的尊重 我没有没有别的意思 那一幅画确实那真的是支持者送的 那我不晓得说陈部长有 有说他对他如果支持我 我当然非常高兴 他也特别提到说 他查了一下那些梗涂都是五六年前 然后说他现在觉得自己被破脏水 他觉得很累 他心里很清楚 那讲说我涉入什么 什么花园开发案那个 那是五六年前吗 胡说八道嘛 不要再胡说八道 那个证物都交给警方了 那从那些证物里面 其实有一些字词用语 我在想选后 我在向大家说明 我希望他不要再讲这些话好不好 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发挥 善良的正面嘛 那当然他自己怎么样 自己心里有数 我只强调 我在讲最后这四个字 邪不胜正 好可以看到监委大战 越演越烈 民进党在17号到23号 会做这两个人的电话民调 那根据一平新闻网 这个是媒体 帮这两个人先做了一个新民调 那截至今天下午三点钟 支持王世坚的 就是你看到蓝色的这个部分 是80% 对比支持何志伟的呢 有12.3% 民调可以说是一面倒 事实上当时在我的线上面对面 这个做的民调 当时间隔也是80% 何志伟当时也只有8% 所以看起来这个数字是差不多的 海黄鲍鱼干贝 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